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李沁2023年新作前瞻 二部年代大剧江波 分别合作肖战、陈晓 如果提起时下颇为炙手可热的内地90后实力小花李沁 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 近年来,向2017年先后上新首播的年代史诗大剧白鹿原是田小鹅 与古装传奇大剧楚桥传是原唇 2018年,相继播出的古装宫斗剧如意传是寒相见 与古装玄幻剧斗破苍穹是小一仙 以及,于2019年11月26日 持续热播的高分古装全谋大剧庆余年是零晚儿 与今年9月15日强势上线首播的年代奇幻爱情剧《请君事余》等等 可以说,几乎每部作品皆是曾经一段时间内相当具备话题度于讨论度的热门剧集 而且,关于李沁2023年新作的前瞻情况,目前也同样是备受关注 根据笔者查询,2023年,李沁已确定有二部年代励志大剧,即将播出 并分别合作肖战、陈晓等一线人气演员 一梦中的那片海 该剧是由内地实力派导演、傅宁经典代表作友 电视剧《全家福歌子哨兄弟车行》等指导 知名编剧徐冰高分代表作友 电视剧《红色请你原谅我行走的鸡毛胆子》等 与周赫阳联合编剧 肖战、李沁领贤主演、刘瑞林、曹斐然、赵新、崔航、张灵心、鲁诺等联媚主演的一部年代青春励志剧 并已于今年6月正式官宣杀青 此剧将主要讲述以肖春生肖战士、童小梅李沁士、叶国华刘瑞林士等位代表的一群北京青年 在改革开放浪潮下 各自怀揣梦想、积极进取、勇敢追梦 书写不同命运历程的年代青春励志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今年12月20日 东方卫视所最新发布的2023年电视剧片单来看 目前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 已确定即将于2023年 上兴东方卫视首播 二人生 陆瑶 该剧依然是由内地实力派导演之一的 健康经典代表作有 电视剧《尘埃落定》 肇事孤儿案《东周列国》 战国片《金凤花开于无声处》等 鼎力指导 高分热播剧《山海情侨家的儿女》 幕后编剧《杨晓燕》又名未兮 与红敬会联合编剧 陈晓 李沁领贤主演 张嘉妮 唐岑 王天晨 郭晓廷 张天阳 李宇童 刘亦帖等 共同主演 刘薇 何赛飞 林永健 周野芒等实力派 特别出演的一部《棉代情感力志剧》 并已于今年9月份 在陕西榆林杀青 据悉 此次该剧剧情 部分取材自《矛盾文学》奖获得者 陆瑶先生所著经典中篇小说《人生》 将主要讲述上《世纪80年代》 陈晓饰演的《从小热爱读书》 家境清贫 生活在陕北高加沟的平凡青年高嘉林 在历经高考落榜 编制《被挤走》等多重生活困境后 通过写作改变命运 并在与同村姑娘刘巧珍李沁市 和城市女孩黄亚平张嘉尼市的情感选择中 历经两难之境与世事变迁 最终寻找出正确人生道路的现实题材年代情感励志故事 而且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于今年12月10日 已经发布的央视2023年电视剧片单来看 预计电视剧《人生》 陆瑶 也将于2023年 上新央视平台首播 另外 此前一直被期望许久的 庆余年第二季 目前也已经确定 即将于2023年正式开拍 而且 这一次除了庆帝扮演者陈道明老师 可能不再出演之外 像张若云 李沁等员班主演 已基本确定回归 最后 不知道大家对于以上所盘点的二部 即将于2023年 陆续迎来上新首播 皆由李沁担任女主角的年代 励志大剧梦中的那片海与人生 陆瑶 分别持何种态度 期待吗 也欢迎在评论区积极留言 与我们分享